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很清甜 另外一个是麻的带劲 没错 这两个食材就是莲子和花椒 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四位中医专家来给大家介绍 欢迎来自于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医院医院的张静主任医师 你好 小季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江苏省中医院的孙伟主任医师 孙伟好 大家好 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张学亮主任医师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医院医院的杨志旭主任医师 主持人好 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的到来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第一个 到底是什么样的食材呢 在《红楼梦》当中有这样一段 张太医给秦可卿开了一个方子 叫义气养龙汤 其中特别提到一定要用剑莲当药引子 剑莲可以说是中国的三大名莲之一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剑莲因独特的地理环境 及适宜的昼夜温差 让这里盛产优质的莲子 因有外皮翠绿 内里白皙 果肉因时饱满 增为上等供品 因此称为供莲 老话说 五月花 六月莲 七月 八月采莲棚 能得到新鲜莲子的时间 也只有短短的一个月 尽管天气炎热 却依然要将自己包裹严实 莲棚的采摘并不容易 荷花根茎的小刺在保护着 这荷塘中的精灵 尽管长袖加深 也难免被这些小刺刮伤 莲棚成熟期很短 从青色的莲子成长成成熟的褐色 不过一个昼夜的时间 一不注意 莲棚便成长过头 最后干枯 一朵莲棚便毫无价值 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 采莲人一天需要采摘两次 一次清晨 一次黄昏 莲子的清香不仅仅是其出淤泥而不染 更是广大劳动人们对食物的尊重 他们用汗水将莲子的香味传遍各地 我觉得好像新鲜的莲子 真的是入口很清甜 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张主任 是的 只要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会到祢和园 圆明园里头有荷花 然后到那门口就可以买到一些新鲜的莲子 掰开吃直接就放到嘴里了 真的是很清甜 要把表面那层皮弄掉 要把那层会有点瑟瑟的感觉 从小吃到大 太有口福了 但是江浙一带也都是胡则遍地 应该是莲蓬 莲子都非常多 过去小时候吃得少 我说吃吃 尝尝看 有时候也尝个鲜 这个一开始一甜 但它实际上回苦 它容易苦 所以我说还有一些生的莲子 还有一点湿湿的感觉 总之现在大家吃莲子 很多时候是把它当作一个养生的佳品来吃的 而且好像中医在开药的时候 多也会开莲子 它最主要的功效是什么 您跟大家说说 杨主任 那个莲子最主要的功效就是见羊脾胃 因为中医说五季那么对五脏 那么长下的话对的是脾 而且中医说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源 所以在我们夏天 尤其七八月份的时候 是最合适于羊脾胃的 所以那个时候吃莲子的话 就可以见羊脾胃 那么不但让我们这个夏天都过得很舒服 而且还有一个功效 叫冬病夏治 为什么当我们夏天 把自己脾胃养好的时候呢 不光是可以安人度下 同时还可以防冬病 这个问题特别好 因为中医说夏是阳 冬那是阴 那么有一些慢性 虚寒性的一些疾病 像慢性的咳嗽 喘 慢性的胃肠炎 慢性的关节炎 这对虚寒性疾病 它发病有一个特点 那么就是在冬季的时候 会发作或者是加重 到夏天的时候可以缓解 或者减轻 或者消失 尤其是大暑季节里头 这个三伏天里头 阳气最旺的 我们要借助于外界的这个阳气 那么适当地再用一些温补 比如说补阳气 或者是用一些温阳 驱散这个体内阴寒的这种方法 那么来治疗 也就是说夏治 那么就可以减少这类疾病 那么在冬季的发作 或者是加重 这是冬病夏治 是这样的一种理念 那其实我们知道 调理脾胃的一些食材 药材挺多的 那这个莲子和什么样的食材 搭配在一起 是能够更好地帮我们调理脾胃的呢 你说要搭配羊脾胃的呢 就可以用红枣 红糖 这样的干温的 这个来搭配 我们可以升级版一点 放个鸡蛋 更多了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小方 健体的小方 它叫做的话呢 莲子蛋茶 莲子蛋茶 对 记得我小时候 我母亲就做过这个 因为当时 她身体不是太好 那么就是 当然很难找 那个一两个月 可能都未必能吃到一次 她等同于是一个甜品了是吗 是个甜品 很好吃的 那么在家里边 怎么来做呢 跟着关伟祥大厨 一起来学一学吧 欢迎关大厨 关大厨好 各位老师好 关大厨今天要教给大家做 莲子蛋茶 对 其实需要的原材料并不多 是不是 材料不多 也不复杂 我在这里也有几碗莲子 看上去都是白莲子 但是呢 其实这种才是正宗的健联 个头最大 对 而且粉糯香 我们就用健联 准备了这个鸡蛋 还有这种桑季生 这个桑季生是一种中药啊 怎么会用到它呢 桑季生呢 在我们那边呢 就经常比较用到 它就可以长筋骨 还有了去风丝 对 因为南方比较潮湿 对 补干肾 可以安胎的 桑季生还可以安胎啊 对 怪不得说那个就是 女性怀孕或者坐月子期间 也是可以吃这个鸡蛋茶的 经常都可以煮来吃 但是呢 桑季生来说呢 它有一点点问题 就是带一点色 但是今天呢 我教大家呢 就是把一些叶子挑出来 哦 原来色味是来自于叶子 对 我们就用水 把它泡一下 这几个鸡蛋呢 就洗干净 然后煮熟 很多朋友说 哎呀 这个鸡蛋煮熟的时候 你不需要洗啊 对不对 就煮熟它 它也不关事 但是我要这个壳 哦 冷水下锅 对 鸡蛋在煮了 嗯 然后呢 我拿了几个枣出来 这个枣呢 我们就把盒切出来 我们认为呢 那个盒呢 就是它带造性 哦 所以呢 基本上呢 红枣呢 我们用的时候呢 就把那个盒给切出来 嗯 好了 鸡蛋熟了 我们就把它捞出来 然后呢 我们有一个袋子 要放掉吗 你帮我先拿着 我们呢 就把壳去掉 放在那个袋子里面 嗯 刚刚您说 荡壳也是要留用的 对 荡壳有什么用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中国红行动 独家冠名播出 荡壳有什么用呢 荡壳呢 由着它用来一起煮 那个桑季生呢 嗯 它就可以 让那些色味又减少 原来荡壳还有这个作用啊 对 哇 用这个桑季生 我们把桑季生 还有档壳 全部放在里面 嗯 然后把它收紧那个袋口 莲子把它放进去 还有呢 刚才切的那个红枣 也把它放进去 刚才 嗯 那个蛋壳 你说没用的 我也把它放进去 然后把鸡蛋也放进去 嗯 一起放到锅里面煮 等它煮开 煮开了之后慢火 一个小时左右吧 好久啊 所以您刚才说了 这是要有耐心的一道菜 耐心 因为那个莲子呢 你不用时间去熬它呢 嗯 它煮不开 对 嗯 你看好了 开锅咯 好了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莲子 嗯 哇 到差不多时候的话呢 我们呢 是要把它焖一下 你焖它半个小时 嗯 很多人做莲子汤啊 就是一直的熬 越猛火 越大火越好 快嘛 其实不是 到最后来说 它就煮烂了 好了 啊 现在已经焖够时间了 嗯 然后把里面这个袋子啊 那个蛋壳 现在来说真正的退休了 这个时候呢 莲子跟那个汤的颜色 都是很漂亮 那这个颜色应该就是 枣和桑迪生混合在一起的颜色咯 因为还没有放红糖嘛 对 看上去上不上那个茶汤的颜色 很像很像 所以我们叫做莲子淡茶 哦 嗯 好来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那个糖给加进去 嗯 加的甜度呢 就是你自己喜欢呢 嗯 如果喜欢甜一点的 加多一点 加多一点 是开火再放糖吗 对 开火 哦 这个莲子煮出来 真的是和我们平常吃的那个状态 完全不一样 你看 对 就是 它特别的饱满 好了 腾出来吧 所以非常推荐给大家呢 在夏天的时候呢 来喝这一碗桑迪生莲子淡茶 谢谢关大厨的推荐 谢谢 那么在湖南呢 也有一种特殊的莲子 它呢 是可以和贱莲相媲美的 被誉为是中国第一莲子 自明朝的时候呢 它就是供品咯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每年的七八月份 正是采摘仙莲棚的好时节 湘潭当地人便会一同前往和塘尝鲜 采摘仙莲棚有两个标准 一个是看这个颜色 青绿色的 也比较浓一些 这个变成黑厚色的 这个也老一些 第二个就是薄满豆 如果太薄满啊 颜色深啊 它就老了 这个就是比较浓的 吃起来就新鲜 香莲一般说的就是寸三莲 因每三颗莲子直径香莲 都能达到一寸而得名 历来作为进贡朝廷的真品 故又称贡莲 寸三莲随机三颗莲子 都能达到一寸 这也说明寸三莲 磕磕大小相差无几 相较于其他莲子 大小的参差不齐 寸三莲磕磕饱满均匀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 个体饱满 质地细腻 大小均匀 可以说是优质寸三莲的一个标准了 寸三莲独特的品种决定了它三颗一寸的特质 并且寸三莲的优势也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不无关系 湖南湘江流域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合莲花生长 这里光能资源丰富 降水量也比较充沛 水质对于寸三莲的种植是尤为重要的 而湘潭花石镇的莲农们却有着先天的优势 与莲田紧紧相邻的就是花石水库 而花石水库是饮用水水源的重点保护区 莲农们灌溉所用的水正是当地居民的饮用水 在湘潭莲子深深地扎根在湘潭人的生活中 无论是家家户户的莲田或是餐桌上的美食 都与莲子息息相关 大家看今天我们也准备了湘莲和建莲 孙志仁我先交给您 您跟大家说也说建莲跟湘莲有什么样的区别 香莲非常白 如果说这两个来比较的话 我觉得这个香莲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香莲说三寸 秤三莲 一寸三个莲 那当然说它均匀 你看这也是看得均匀 是白 那么这个它大小相对有一些差别 那其实刚刚杨周仁已经提到了 夏天的时候如果我们多吃一些莲子 是可以帮助我们补义脾胃 安然度下 甚至是防冬病的 那除此之外莲子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功效呢 这个莲子还有一个重要的功效呢 就是养心安神 夏呢是在季节来讲是阳中滋养 我们的心呢也是阳中滋养 这个两气相合以后啊 容易产生心火 心火呢就会烦躁 就会烦躁我们称之为虚烦不得眠 不得眠呢就是睡不好 睡不好了以后呢精神不好 久而久之啊我们就容易生病了 心气更虚 所以我们用莲子呢能够养心安神 关键是养了心了就收了神了就安了神了 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可以在夏天呢 多多使用莲子 那这个莲子和什么样的一些食材啊药材啊搭配在一起 它养心安神的功效会增强呢 我这里边呢想献给大家一个小方子 我村之为呢叫做二人莲子饮 两个人呢就是酸枣人白子人 再加上我们的莲子 它不但能够养心安神 而且能够呢润肠通便 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用两个二十克莲子 因为这个季节要略微多一点 那么在酸枣人呢 其实这个人是不大的 酸枣人略微重一点呢 其实养心安神的作用就更好一些 那么再加一个白子人 会说有点油滑 那么便秘的人更合适 但是便糖的人呢就要少用一点 所以我说这个两人莲子饮啊 我们就能够可以煮 可以泡汤泡水 那么这个瓶瓶饮用了以后呢 我们这个夏天安然度下 那么就是在平时那些 如果说对于一些这个阴虚火旺 虚凡不得眠的 那么用这个方法呢也是非常好的 那莲子除了泡水啊包粥啊包汤 还有什么其他的好的做法呢 我们邀请范九星大厨用香莲 来给大家做一道美食 欢迎范大厨 范大厨好 你好 各位同家老师好 今天我们是用香莲做好吃的 是甜品吗 但是今天我们肯定做一个不一样的 我们会用莲子和肉搭在一起 做个咸的 特别想尝尝 来 开始 今天的范大厨是用香莲来做一个肉态 为什么特意用的是香莲呢 对香莲呢 它相对的淀粉质含量偏高一点 吃起来是那种粉末口感 我们今天呢配的是肉 就是猪肉 当然如果说有些 比方说清蒸的朋友 用鸡肉也可以 好 肥瘦相间 对 肥瘦相间 然后我们直接来加料 先加花雕酒 然后加一点生抽 生抽呢增加一点咸的底味 同时让它增加一点这种酱油的齿香气 然后呢是我们的葱姜水 你看我们这样把这些水 你看 没了 一会儿蒸出来的那个肉呢 质感就会特别的嫩 来 我们用手 先把这个液体状呢 打到这个肉馅里去 然后我们再来开始加这个 固体状的这些调料 糖 一点盒味提鲜 胡椒粉去腥 然后我们大概加三克左右的盐 就好了 我们今天差不多是四百克肉馅 要朝一个方向吗 对 通过这样一个方向的 这种用手这种搅打呢 它会让这个肉馅慢慢地去上劲 我们可以用这种摔打的方式 我们通过这种摔打的方式呢 也是同样可以让这个肉的 你看越来越成坨了 这声音越来越是有这个感觉了 肉得有弹性 对 要打到什么地方算上劲 就是把这个碗扣过来 它馅不会掉 这样的它的劲才够 到位了 对 现在最后加一样东西 就是水淀粉 增加它的那种润滑的口感 继续把它再搅匀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找一个盘子 直接把我们搅打好的肉馅 我们把它铺在这个盘子里 在铺之前呢 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我们来一点香油 如果在家里面 要去蒸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你都可以用那种方式啊 又可以增香 又防止这个肉饼 就粘在这个盘子上面 然后把我们这个 搅好的肉馅放进去 放在上面 然后呢 用手呢 把它压平 千万不要太厚 这个饼大概我们就是 压完之后呢 就是在一公分左右的厚度 就可以了 太厚的话呢 会就蒸的时间会很长 然后呢 这样外面的这个肉饼呢 蒸到就是老了 就柴了 里面才能熟 所以一定不能太厚 然后呢 就是我们泡好的莲子 怎么处理呢 把它堆在这个 这么简单啊 简单吗 简单啊 就直接放上就行了呀 对呀 来 我们再准备上的摆盒 清洗干净 半一半的 立起来 对 立起来 因为莲子嘛 它是取之于莲 所以呢 我想做一个莲花的造型 哇 真的 现在越看越像了 对 我们现在呢 看起来是这样的 哇 超美 像一个白莲 对 然后我们现在就上锅去蒸 蒸锅上气 我们直接去蒸 这样的厚度呢 基本上我们在 十分钟就好了 很快 时间到出锅咯 对 我们端的时候 可以先端蒸屉 这样的话盘子会凉得比较快 就不会烫手 别着急 还没完呢 对呀 我们这只是完成了一多半 一点点油 蒜末 这个汤汁倒回锅里去 这个就是刚才打进去的葱姜水 是吗 葱姜水 还有肉里 就是肉里面的汁水 全都出来了 加上一点泡过的枸杞 去增加它的颜色 然后呢 调味 加一点调鲜的鸡精 再来一点点的盐 一点点的糖 都很少 因为这个汁里面本身有味道 刚才我们在拌馅的时候 有调味了 打个芡汁 我们叫这个芡呢 叫琉璃芡 就是这种晶莹剔透 并不是很粘稠那种的 把这个芡汁 我们淋在这个上面 这样这个肉吃起来的味道 就会特别地不寡淡 要不然那个汤汁在外边 一个是不好看 另外一个吃起来的时候 会有一点那种寡淡的感觉 然后最后我们缺点绿 对吧 小葱 我们把它放在边上 放外圈 其实很简单 红 白 绿 全都相得一张 我建议你这个 盛出来以后 盛到荷叶上面 改进一下 又进步了这菜 说完这个脸子 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有一次我和我闺蜜聊天 她是重庆人 我们就瞎聊 聊到时候 如果有一天 我们能上火星的话 只能带一种食物 你会带什么 结果她想都没想 脱口而出 花椒 所以可见 当地人是非常非常喜爱 吃花椒的 在四川和重庆的花椒 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去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您会儿 去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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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屋里屋外全都要穿这一种服 刚一进去的时候 你想穿得很厚重 还得围让围巾 哇 好冷 去了三天 竟然两天半再下雨 是冬天啊 所以很湿很冷的这样的环境 去餐厅里边 不光是那个不给暖气 居然窗户门都是开着的 好冷啊 它那要不开的话 你要吃火锅 你一进就会被那个呛出来的 所以它一定是要通风啊 但是他们当地人很习惯 特别自然地坐在那就吃了 我们就很冷地然后坐在那 但是一旦上了这个火锅 吃这个麻椒之后 那个汗稍微微微地出一点汗 身体暖暖的 同时这种寒冷的感觉 也就会散去了 所以呢 我们知道这个花椒 也是我最喜爱的一种口味 尤其是我喜欢这种青色的 这种麻的味道 没看出来啊 您还有这个喜好呀 怎么吃的 您这么咸雅 居然还喜欢麻椒的味道 实际上呢 跟这个体质也有关系 这样包括之前 我说我喜欢吃这个姜 然后吃这个麻椒 还有一个胡椒 我也是非常喜欢吃 也就是因为本身呢 我脾胃是容易有虚寒 容易有湿气的 所以舌苔呢 经常是有腻 所以人呢会困重 包括啊 这个身体呢会偏胖 也实际上跟阳虚啊 有湿也是有关系 所以呢 花椒有一个很好的特征 就是调中可以去湿 调中去湿 对 那到了夏天的时候 外界就有鼠湿啊 是不是我们人体 是很容易产生湿气的 对 是的 实际上到了肠下的季节 本身外界湿气就大 再加上脾胃虚弱 然后这个湿气又不容易化掉 体内的湿气呢 被外界的湿气引动 就会加重了 所以我们叫外血引动内湿 这样的话 人的这种脾胃湿气困重的感觉 就会更重了 而这个湿血呀 弥漫三胶 就需要一些东西呢 给它散出去 让它给湿血以出路 而这个花椒的鲜散的味道 就可以打开着我们这个 这个我们叫凑里 打开汗孔 所以花椒呢 在这个时候 就可以起到一个调中取湿的作用 这样子呢 既调整我们的体费 同时把我们的湿气呢 散开 这样身体呢 就会更轻盈一些 那如何用花椒 来做出更美味的食物呢 我们请夏天大厨 来教给大家一道大菜 欢迎夏大厨 大家好 小金姐好 各位老师好 小大厨好 小金姐好 今天用花椒做什么大菜 今天带来的就是 特别用 运用特别有名的 江津地狱特产的九叶青 来做一个青椒鱼 青椒鱼 没错 哎呀 赶紧 快快快操作起来 迫不及待想吃了 好嘞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今天呢 夏大厨是带来了两种啊 没错 一个是干的 一个是鲜的 那他们的这个名字 都叫做九叶青 但是这个鲜的是更淡一些 那这个干的九叶青 真的太刺鼻了 好冲啊这个味 那这个鱼呢 选择的是什么 选择的就是淡水的鲁鱼 最好的蒜瓣肉 咱们直接把鱼进行一个处理 直接 鲁鱼 去骨 取其肉 好 咱们把这个鱼呢 一分为二 去掉它们的主要的骨头就可以了 选择这个淡水鲁鱼呢 就主要就是因为它的这个 除了这个主刺 没有散刺 剩下就是要通过这种抹刀片 把它们尽量的片的相对来说薄一点 形成这种夹刀 那咱们把这个鱼呢 给它切好以后 第一时间我们要稍微的放点盐 一勺 两勺 三勺 慢慢的揉捏 咱们在家里边做鱼呢 要有这么一步的腌渍 一个是能够非常强力地去除它的腥味 还有一个呢 就是能够让这个鱼片的口感更加的滑爽 你看到了 水的加入 咱们这个碗里边什么都没有 你会觉得它变了 哇 天啊 像活的鱼一样 晶莹透亮的 没错 小鸡你来摸一下 哇 这怎么是一下变成透明了 你会感觉到它滑滑的 润润的 对啊 像鱼一样 就刚才是黏糊糊的 现在已经完全变样子了 像加了滤镜一样 好 把它们放到清水里边再次进行投洗 哇 这个是去腥的方法 没错 好 咱们把它们捞出来 来 挤净水分 这个水呢不用给它吸得过于干 盐分能散掉以后 我们再继续地再次加盐 这会儿的盐呢 就是拿捏这个材料的口味的时候了 少放一点盐 差不多有一克左右 白胡椒粉 花雕酒 鸡蛋清 把刚才的调料在碗里边再次抓捏 好了 鱼片咱们切好 腌制一下 我们开始直接上锅开始炒 这是要炒的呀 这是要炒其他料 配到了黄豆芽和清香的芹菜 锅里边呢放一些的菜籽油 直接把这个干的酒液青 差不多有三十粒 小火被炒 那这个花椒呢 入锅的时候我们也有讲究 就是花椒在锅里边浅炸的时候 它呈现出来的是浓郁的麻味 清香的芹菜 少放一点盐花 炒匀 关火 出锅 下一步开始 做水 锅放水 放葱姜 保持大火 花雕酒 盐 白糖 让锅保持一个微开的状态 下入鱼片 不要动它 慢慢地去晃散 多余的淀粉会漂浮出来 鱼片会快速成熟 鱼片从入锅到出锅 精准的15秒 汤锅微微开15秒左右的时候 我们把鱼捞出来 鱼肉保持完整 有如一片片的芙蓉花一样 好 把我们经过汆烫的鱼片 摆在菜料上面 红绿的美人椒 先撒在上面 葱 姜 蒜 还有我们的这个 新鲜的 酒 叶青 一定是由高到低 你看我这个摆放的层次和位置 都是有很多的讲究 菜籽油入锅 那咱们这个锅里边的菜籽油 微微的有些吗 我腌的差不多在150度 干的这个花椒入锅 慢慢地 麻香味道尽显的时候 就倒了淋油 搭上一点点的香菜叶 非常感谢夏天大厨 谢谢 太精彩了 太精彩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说一说甘肃的花椒 因为自古呢 就有薯椒出五都 青椒出天水的说法 那里的花椒 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去看一看 今天我就正好在这片花椒园旁边 我就带大家认识认识 大红袍 这个个头比一般普通话就要大 再一个就是看它上面的那个油包 就这鼓起来的这个地方 大红袍的油包既大又多 它的麻味就在这个油包里面 再一个就是它的果饼短 果粒大 这是它生长期的基本特征 买干货的时候 你可以抓起来一把 闻一玩 但是不是味道很浓 如果说味道闻起来很淡的话 那就是普通花椒 这一斤大红袍的花椒 要顶好几斤 那个普通花椒的味道 比如说你炒菜的时候 你放一点点这大红袍 你就能感觉到 它的那个香味和麻味 如果普通花椒的话 你可能要放的很多很多 四斤鲜花椒才能晒一斤干货 所以它的贵也是值得的 可以说呀 花椒呢也是一个 要食同源的好食材 张主任那您跟大家说一说 花椒有什么好处 尤其是到了夏天 当我们身体出现什么样的 一些变化的时候呢 就可以适当地用花椒来调理了 这个花椒呢 从中医来讲 它的功效 高度能说为四个字 就是温中止痛 这四个字呢 既可以看成两个功效 也可以看成一个功效 如果看成一个功效 就是通过温中 达到止痛的效果 有的人是因为脾胃虚寒 不能吃一点凉的 吃一点凉的 早一点凉就胃疼 通过温中达到止痛 第二个还可以分开理解 既可以温中 还可以止痛 就是温中 只是用来脾胃血寒 怕冷 吃一点凉的东西就受不了 这样的人 适当地可以加点花椒 吃点花椒 止痛用于胃疼 特别是用于胃疼 现在这个慢性胃病很多 萎缩性胃炎 非萎缩性胃炎 糜烂的 溃疡的 胃食管反流的 有的表现不一 有人是脏 有人是疼 有人是反酸 对于那些脾胃虚寒的 经常表现为胃碗痛的人 它是最合适的 对 总之呢 就是我们平常在做菜的时候 都会用到花椒 那可能在吃菜的过程当中 直接就把这个花椒的药性 也就吃进来了 就可以预防夏天 出现的一些小问题 有没有什么美食 是用花椒做的 花椒芽 我们吃饭的时候 它经常给上一盘花椒芽 很脆 很香 而且一点都不腻 尽管是油炸的 但是它是因为 它是花椒芽做的 所以它一点都不腻 它还有一种就是花椒炒鸡 花椒炒鸡 用这个花椒来炒 不仅是用它来炒 把它那个肚子拉开 肚子里头提前多放一些 花椒 花椒 当然同时也放别的东西 这样的话 它这个花椒鸡的味道 内外都有 它的花椒味更好 其实从味道上来说 我觉得花椒挺百搭的 和各种各样的食材 都能够搭配到一起去 但是如果要说 从公项来看 花椒跟鸡搭在一起 它俩合吗 它俩是相得益章 一加一 还大于二 那您说说 因为这个肌肉 从中一讲 它是肝温的 它的功效 叫温中补匹 这个随西区 引诗谱里头 说记载一句 适合什么样的人 这个 免厚 虚磊 什么意思 免 产厚 虚磊 因为你们一个免 非免 非免以后 气血损伤了 气血亏了 虚磊 还有我们小时候都知道 很多这个女的 生完孩子以后 老母鸡 对老母鸡吃 对吧 肌肉首先就是 温不脾胃的 这样的话 加上这个花椒的 这个温中 减胃的作用 它的作用会相得益章 今天呢 通过节目 我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到了 莲子的好处 和花椒的威力 那这两种食物呢 都是可以帮助大家 一是丰富餐桌 二呢 也是可以丰富 我们的营养 希望大家呢 都是可以根据 自己身体的变化呢 来选择适合您的食物 那么看完电视 看直播 有问题就直接问专家 也欢迎您下载央视频 关注健康之路 在央视频上的直播 谢谢我们四位专家 今天的介绍 也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见